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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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 人生商业首秀万博豪元 一名惊人 展现出了强大的商业天赋 所以 能入他的眼的人 自然也是个十分优秀的女人 而王力乔也的确如此 他本名叫王富信 出生于香港的一户富商家庭 父亲王华锐经营着纺织生意 很早就带着全家移民加拿大了 与首富之家相比 王力乔家里的财富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他却始终不卑不亢 正因如此 李泽聚第一次拜见未来岳父时表现得彬彬有礼 一上来并没有强调自己家的条件如何好 而是非常郑重的就两人交往之事 征求未来岳父的许可 王瑞华原本还担心 李泽聚是个会仗势欺人的顽固子弟 这样一来 自己娇生惯养的女儿 嫁入规矩重重的豪门后 就可能会吃苦 但那次见面后 他对李泽聚却大为改观 也放心将女儿交给了对方 而李嘉诚方面 或许是因为之前原配夫人 装月明家境远生自己 而现在 整个华人圈的其他家族 都不如他李家有钱 所以 他在子女的婚嫁方面 将儿子是否喜欢 视作首要条件 其次 看重对方品行是否端正 至于是否门当户对 他其实并不在乎 不过 李嘉诚曾格外强调称 希望儿媳妇最好是个中国人 而王力乔 刚好符合上述所有要求 所以 对于这个儿媳妇 他感到非常满意 1991年 王力乔顺利毕业 并决定回到香港定居 在万国宝通银行工作 当时 他和李泽聚之间的恋爱关系 并未曝光 第二年10月 银行总部大厦落成 银行领导 让他去联系一些香港名流 参加典礼 谁知 名不见经传的王力乔 出手就是两张王牌 把李嘉诚和李泽聚父子 给请过来了 而在李氏父子的友谊安排下 他在那场典礼中 周旋于各界富商和政要之间 为日后成为首富儿媳 悄悄做准备 此事 香港媒体本该拿出来大吵特吵 但当时他们误以为 王力乔是为了工作 才表现的八面玲珑 所以即便他与李泽聚 相谈甚欢 也没引起大家的怀疑 直到后来 王力乔以李家儿媳的身份 陪同男友一家 到大宇山的观音寺中 参加开光大典 外界才开始怀疑 他的真实身份 1993年 年轻有为的李泽聚 双喜临门 他先是坐上了 家族集团副总之作 接着便在5月16日和王力乔洗劫联礼 以最传统的方式举办了婚礼 香港内外的多家知名媒体报道了此事 还对婚宴上的天价菜单颇为关注 据外界传言 当天婚礼上的美味佳肴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奢华 她是香港最好命豪门太太 嫁入李家的婚宴奢华至极 据悉 红烧大豹赤所用的右顶金山钩赤 当时 每斤能卖到3000多港元 一桌十道菜 加起来的总价格将近4万港元 要知道 在那个时代 即便是红吉义时的紫霞仙子 朱音 当月的月薪也只有8000港币 而4万港元 还只是每桌宴席的担价而已 其奢华程度可想而知 而且 据说作为公共的李嘉诚 还送了儿媳一套 价值20多亿的豪宅当礼物 甚至有媒体将这场豪门婚礼 报道成世界名车大博览 可见李家当天所请的亲友 非富即贵 但外界的这些报道 让李嘉诚颇感不安 他深知才不露白的道理 于是事后连忙 对记者解释 有人说 我点菜3.8万元一桌 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厨师最初写给我的菜单 是一万多元一桌 我看了觉得不太好 改了几个菜 最后多少钱一桌 我真是不清楚 但站在今天回看此事 李嘉诚的解释 只是亡羊补牢而已 因为 身为香港首富的他 还是被不怀好意之人给盯上了 婚后的王力乔相当低调 辞去工作 在家相夫教子 同时帮忙打理家族事务 而李泽聚也从不在外边乱找女人 就连一项以毒蛇著称的媒体 也只能酸溜溜地夸奖 王力乔是最好命的豪门原配夫人 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直到1997年 李泽聚才通过一种另类的方式 登上小抱头条 当时他的长女刚刚出生 某天 李泽聚乘车回家时 中途遭到一帮蒙面歹徒的绑架 对他动手的人 就是香港三大贼王之一的张子强 张子强安顿好李泽聚后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前往李嘉诚家和他谈判 而且张口就要20亿港元 虽然他没有明说 但外界还是有人猜测 这个数字和李嘉诚 送20亿豪宅给王力乔当礼物 物无关系 而李嘉诚当时谎称 银行卡里只有10亿现款 还送给张子强3800万见面礼 这才赎回张子 之后 心理素质强大的李泽聚 隔天早上就准时出门上班了 但李嘉诚并未掉以轻心 是聚资建立全新的安保系统 每年光花在安保上的钱 就多达1亿港元 这次事件后 李泽聚夫妇表现得更加低调 从不轻易公开露面 时至今日 除了进入家族公司 曾和爷爷李嘉诚一起露面的李斯德外 其他几个子女都常年处于隐身状态 两人结婚近30年来 一直十分恩爱 有人善网力乔咨询 当豪门贵妇的经验 他将其总结为 太太要顺从老公 老公要尊重太太 王力乔喜欢古典音乐 因此李泽聚经常陪他去听音乐会 而他也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家中孝敬公公 深得李嘉诚的欢心 她是香港最好命豪门太太 为生子旺夫改命 如今稳坐首富夫人之位 坎言当豪门贵妇的经验 就是要顺从老公 王力乔真就那么简单吗 据外界传言 当年李嘉诚的小儿子 李泽凯毕业后 李嘉诚想让他跟长子一样 先进入家族公司历练 但在长席 王力乔一番不动声色的劝说下 没过多久 李嘉诚就给了小儿子一笔创业资金 令其自行去创业 虽然王力乔每其命约 是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要充分发挥李泽凯的特长 但如此一来 李泽凯就只能和家族继承人之位 失之交臂了 如果这个传闻属实 那么 这位豪门儿媳 谦虚低调表象之下的另一面 着实深不可测 王力乔和李泽凯 欲有三女义子 其中 三个女儿最先出生 像李嘉这种顶级豪门 通常都会将传宗接代 看得无比重要 甚至会因为生不出儿子 就把人前风光的豪门太太 赶出家门 然而李嘉诚却对此并不在乎 他更加看重儿媳王力乔本身 当初王力乔连生三个女儿 很多人担心他在李家地位下降 但在他第四次怀孕时 李嘉诚却在采访中直言道 生男生女都一样 再生个女儿也很好 尽管公公对自己颇为偏爱 可其实王力乔一直存着生儿子的心思 还为此找风水大师咨询 把名字从王复信改为王力乔 香港著名的堪语风水大师 贾陆明曾做出过解释 王力乔这个名字 五行属火 拆开来看 三个字在五行中分别对应 土火木三种属性 根据木生火火生土的说法 新名字对冬天出生之人更加有利 巧合的是 在将名字改成王力乔之后 他也的确时来运转 在2006年 为李嘉诚生下长孙李长喜 如今王力乔稳坐首富夫人之位 他生的子女未来也将继承家业 而他本人更是深受家里长辈的喜爱 怀揣嫁入豪门梦想的女人不在少数 但像他这般好命的却屈指可数 不过改命转运从很大意义上讲只是个噱头 王力乔能够如此好命 跟他谦虚低调 恪守本分的性格息息相关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明日不见 马莲